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没有什么太多补充 确实在我们也去想办法去赢的比赛 然后对手拼的也凶 然后大家都非常熟悉 所以在场上有很多这种主动进攻 然后让对手打回头或者直接反攻 这种精彩球也是特别多 我觉得其实这样也挺好 让比赛更有竞争力 大家都想去赢的比赛 今天对手还是拿下了一局 觉得对手表现有什么好奇 我觉得对手的两个年轻一点的 小江 我觉得他们冲击力也是很强 然后我们也做好了这种困难准备 然后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打好下一场吧 这种就是赢一局这个问题我确实也不好回 不知道怎么说 我说他们挺好吧 又把自己位置太高了 然后说他们赢一局不够吧 就觉得对我们确实贬低了 不太好回复 我觉得都很正常这种比分 然后打成三比二 我觉得也很正常 距离两位上一次亮相国际舞台赛场已经是冬奖一会的事情了 你觉得又重新站在我们国际赛场上 会陌生吗 很好讲 我觉得不会陌生 首先从我跟许欣搭档来讲 我们就很熟悉 然后我觉得现在还能有WTT这样的舞台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 怎么说呢 就是更珍惜这个比赛的机会 我们还能够在一起配合的这个比赛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大家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吧 和精彩的比赛 然后加上现在队内很多年轻的主力确实非常强 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们制造点困难吧 希望WTT再出一些赛事 万一十年以后我们能参加四十岁足的 别这么局限 有可以大家一起打的 也有可以年龄大一些的 这样让我们多在这个舞台上多去展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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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